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日本的日经25盘中是跌超过3% 又是一个黑色星期一 9月9号当时日本股市低开 日经25指数,韩国综合指数都跌超过2% 盘面上汽车金融全部走低 权重就是丰田嘛,三菱嘛 包括日本两年期国债税率上涨1.5% 到0.39% 8月2号以来最高水平 日本股市再次上演黑色星期一 有人说与上周美国非农界数据 引发市场担忧相关 这里边不排除 因为耶伦现在也要访华 耶伦现在要访华 很显然就是美国人现在自己根本就自身难保 他访华的意思很简单 现在谁能支撑美国 大家要知道中国一直处于美国的生产国这个角色 就是说它的工业生产能力美国已经没有了 它完全是由中国来提供生产 生产国角色 表面上看中美贸易额有所下降 实际上中国出口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东南亚国家转口加工 然后完成 对美国出口 现在美国在东南亚又挑南海 可以告诉大家 实际就是美国人 实际还是在讹诈中国 后续中国可能要将生产基地要转移 除了东南亚原来要转移到非洲 以前是想跟印度合作 但是印度现在既然是精神病一样 那搞民族主义 那我们转移到非洲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东南亚和非洲两个生产基地了 但是这是中国主导的 可不是美国主导 很显然东南亚国家出口 转口然后再完成加工 然后呢 中国对美的出口是没有下降的 所以中国依然是 还是在给美元增心 就这个情况下 美国人还在南海挑衅 你看到吗 那你说中美高层 有人问了 沙利文到底访华 跟中国谈了什么呀 还这么挑衅 谈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不打仗 你要明白 谈的是中国和美国不打仗 但你中国去叫 实际他逼着你去教训这些美国小马仔 然后给你贴上一个恶人标签 那这个时候你要想干什么事你是恶人了 你要干什么事是不是得跟美国人做交换了 那美国人是不是在里边拿的抽成要更多了 但一定要先跟中国谈好 我们两个不打 坏吧 这个背后是美国犹太或者是华尔街金融财团 他们这个次贷危机之后 十年时间就把整个美国社会 整个的财富掏空 十年啊 整个的次贷危机之后的十年 把美国财富全部掏空 它的核心就是表现就是美元的烂液 包括债务激增 包括资产高泡墨化 包括最终导致美国金融旁着骗局 瀕瀕崩溃 日本现在表现啊 记住刚才讲了 这个日本不是美元核心资产值 核心资产值在中国 让我想起这个08年之后是吧 一系列地产商疯狂往中国跑是吧 各种各样地产商往中国跑 美国的啊 华尔街养的一群人往中国跑 挺有意思啊 挺有意思 那段时间咱们中国一定要把这段历史记住 挺有意思 在中国电视各大电视平台 这疯狂打广告 你现在见的有一个有一个吗 没了 全跑回美国去了 我这次在洛杉矶见到一批 就在那天一呆 就玩呗 就干这个 他们现在在美国就干这个 你说他能干什么 犹太财团现在是 咱们讲了 他把美国人搞激临崩溃了 为了阻止他现在这个庞氏骗局塌帮嘛 对吧 实际跟地产商一样 你看地产商的玩手法和现在华尔街不一模一样 只是他没崩 对吧 所以犹太财团在竭力的将这个债务转嫁给全球 谁能在这个崩之前把债务转给别人 出来了 地产商在中国干的事就这个 把债务转给你 你背房贷去吧 中国的银行和地产商是合力 再让中国老百姓给他们背债 你可以想想他们这个良心是吧 没有良心 他不惜借助军事手段 现在 包括全球地缘危机升级 这都是他转嫁债务危机 中国现在当今世界美债最大接盘侠是中华地区 大中华地区咱们讲过 中华区就指中国大陆和港澳台 咱们刚才讲了 中国一直在给美元增信 是不是这就是变相的帮美元 帮美国人是吧 美元增信帮美国人 就是在卢山基海滩上 潇洒那些都开着大凯特加克 然后在那每天就是酒吧里边混 就这玩意 就这玩意 你说这帮人 他不就是帮着美国人增 增美元增信吗 然后在美国疯狂的海培 你们这些防徒不就干这个吗 美联储高利率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引导美元回流本土 然后吸血发展国家 美国在整个过程中 你看中国的富人的资本 在犹太财团整个策划下 协助下 超规模的流向 这些美国等等西方发展国家 第一个先流向是日本 在日本 低利率借了日元 然后转手去什么 去换成美元 转手去存到美国 就这玩意 所以中国大多资本先去日本 然后低利率借钱 就等于是有一个杠杆上去美国 中国的富人资本 在犹太的策划下 或者说华尔街金融资本策划下 包括美国的很多这些 这些所谓的美国富人 美国华人 美国华人或者 中国人 帮助一下跑了 等于是中国 遭到了攻击 金融攻击 就是金融木马的攻击 其中就包括我国 泛金融化 去中产化 得利益的集团 把利益往外输 咱们一定要明白 华尔街金融资本 这些人是全世界唯一 我现在能看到全世界唯一 能将一个国家中产摧毁的 你但凡见到这帮金融的 你就知道 他们是摧毁中产机的 是唯一手段 只有他们能摧毁这些中产机 所以一个国家中产机没了 就彻底化了 你看看现在的阿根廷 所以这帮人 我觉得要关起来 不是关起来 就围起来 控制住 现在就说党 党已经进入金融领域了 实际就是要关起来 你像当年夺乱 你现在后怕 是中国现在后怕 我当时没把这帮妖精 管进来 你看他人少的 他的力量大 他真是能把人 他给你忽悠进股市 你就死了 就跟把你忽悠进赌场 是一样的 把你忽悠进楼市 也死了 你现在还背着债 背着债 银行 加上银行 我的信用担保 你肯定没问题 现在有几个银行敢说这话了 你现在后怕吧 是不是非常后怕 实际就利益集团相关合作 当年华尔街跑到中国还拍电影了 边境杠是吧 那帮小马仔上个镜 出口企业 因为贪美元的利益 美元的高利率 巨额的贸易顺差 不结会 导致中国的柴子们最后严重的流失了 结果就是我国越出口 反而经济越低迷 因为出口促成的结果财富是进入了美国 就是我们出口东西流失了 赚了美元又回到美国 存到美国硬昂 腐败集团利益输送 加上富人资本外流 加上出口企业不结会等等 最终导致我国资本超规模外流流失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搞内需 不再依靠你所谓的外贸了 这帮人这帮利益集团 你接着搞你的外贸可以 你不把他结会可以 但是我们绝不让你当主 主要的在这个分当高层面 所以我们就支持新端汽车中国制造 中国的这些内需发展 不再给你了 以前还给你什么各种各样的支持力度 没了 这是他们自己做的 就是天下永远是要有一个轮回 或者是有一个缘 你以前欠的债是一定要还的 这是一定要还的 我国的供需失调 最后是我国经济增长 严重受阻 反过来你却支持了美元和美国经济走强 这就过去发生事 从1000年之后发生事 咱们讲了中华区是美国最大债主 那你看我们现在是美国必要收工目标 美国对中国的极限施压目的就是把债务极限债务转嫁给中国 用极限施压手段 但是我国现在在出口等问题上犯与新冠时期同样的错 新冠时期我讲了 居然是没有使用人币结算 我们还是要坚持给美元增新 出口现在还是给美元增新 同时要向美国输出金融资本 包括柴资本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货币和财政财富的循环过程 叶伦为什么访华 包括现在日本股市为什么跌 实际还是跟这个循环 咱们说系统变 系统变了 那你的竞争是根据环境变 那你的整个系统变了 你的竞争也是要重新变的 竞争目标要变的 那就说这种循环 财富循环最后导致我国和美国之间金融战士非常被动 什么时候我们就彻底的外贸出口必须人币结算 美国人就死笑笑 耶伦实际就防止这种现实发生 所以他在极力的 极力的在干这事 那大陆收复台湾问题 是不是就美国人现在阻止中国这种行动的最后一个抓手了 攸关美国中华区根本利用台湾问题 是美国华尔街金融财团的 中华区根本利用 攸关中国对美话语权的问题 攸关美债危机转嫁 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 可以平民告诉他 这场战争 美国想跟中国管控在一个局部战争 不要去涉及美国本土 这事中国看来没有跟美国谈多 美国人谈台湾红线问题 实际你就不要去抱幻想了 他一定是要守台湾 但是这场战争他要控制在局部 不要把自己的all in 把自己本扔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赌场面临这个局势 你怎么样逼着美国 美国要奥运吗 怎么样逼着美国放弃跟中国这场 就把这个筹码扔了 让他割肉 是吧 跟金融一样 你怎么调动各种资源达到你的战略目的 就是让他割肉台湾 我们首先国内必须得统一思想清醒 包括你海外投资怎么样从美国回笼 现在从美国撤出来 要以我为主 我们现在马上要决战的时刻 我们必须把海外资金撤出来 俄罗斯一个典型例子 如果我们不回笼在海外的资本 日本 台海 日本 印度 包括菲律宾的海外资产 这些国家未来给中国找的麻烦 足够中国疲于应对了 最终会必然我们逼进一个战略陷阱当中 之后美国就可以硬收割中华去了 就像乌克兰 乌克兰把俄罗斯搞进一个 疲于奔命状态 我们一定要抓住问题的核心 他没有去打美国 没有去打北约核心去 而去打乌克兰 显然是找错了目标了 我们被逼进战略死胡同 我觉得主要看我们选择目标就是台湾 一定要把主要目标放在台湾 咱们谈了台湾就是美国 不能放弃的 对吧 我们这下来看看